这一集呢我们依然要去前往寻找圣兽 但是呢这个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些准备 我们现在传送到的是这个海拉尔城堡附近的这个祠堂 然后呢要沿的这条路解开西边的这个高塔 所以我这里把马匹什么都已经准备好 这里就是出发前往 主要是那里什么呢 因为在那块区里面有一个祠堂 那个祠堂可以拿到我们之前拿到的这个 抗雷的这个橡胶套装的最后一件头部 啊不对是胸部 我们拿到了头部和腿部 这个头部是完成了一个这个雨林当中的一个驿站的支线任务 而这个头部呢 腿部呢是完成了一个这个隐藏的祠堂 藏在一个石头堆里面需要一个要闪电劈开的那一个 这两件我们已经拿到了 这一期我们先去拿第三件 当然也是沿途像这样遇到祠堂的话 我们也都先解一下 这也是个挺简单的 这是一个连环连环这个连环迷题啊 解开第一个会给出第二个钥匙 然后拿上第二个可以解开第三个 这个祠堂里面也是只有一个宝箱啊 第一个先是拿建设下去 让它进入那个坑里 然后再解开了第二个以后呢 举着它啊 然后踩着这个机关 然后把这个丢进去 然后最后一个就解开 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机关只要一启动呢 它就会一下子把我们这样抬起来啊 然后同时呢这个也启动的话 我们在抬起来一瞬间把我们就是喷射很高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到这个上面去 等待一下时机 如果时机不对的话就没有办法飘上去 你也可以选择直接攻击那个水晶 让它降下来 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因为引爆这样的话就是顺手一点 上来之后呢 虽然说我们这个可以直接去解开这个祠堂 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个箱子 这也是没什么好东西 一个这个皇家的弓 这个弓算是这个单发弓里面性能最好的了 弓击力高耐久也高 是属于这个作为单发弓啊 以后还有连发弓 就是一下发出三只剑 最多的这个见过的能发射五只剑的这个弓 还是用炸弹炸感觉手感会好一点 这里再沿着这个台阶一路上去的话 就可以拿到精神石了 这个祠堂在继续沿着这个路虽然说没有地图啊 但是过了这个祠堂之后的见到一个右拐的口的话 就往上拐 基本上就差不多就到了啊 不过我们有攀爬套装直接爬也行 不过我们看到现在的状态是在下雨 所以攀爬起来不是很方便 这块区域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 哪有这个雷杖和那个雷长矛的这个敌人呢 你在这里刷这些武器也是很方便的 但是呢 同理因为现在是又是下雨又有多水 所以说这些雷属性的敌人 一定程度上还是挺危险的 不过呢 我们其实就是像这样架好冰块以后 快速的过去的话 也还算好弄 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攀爬的这个套装 快快过去就行 快过去以后然后快快往上爬 注意这个 即使这里没有下雨 这个雷魔法师呢 他也会放大招 他的放大招就是呼风唤雨 直接降起了这个雷 直接降起雷暴雨的那种 所以说也不要跟他们纠缠太久 直接往上爬就好 不过攀爬这个高塔呢 因为我们看他这个就像梯子一样 虽然说是他要消耗起地 但是他跟梯子一样 就是说即使下雨的时候呢 也不会影响你的攀爬 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支线小游戏 这个比比谁飘得更远 哇 地图解开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高塔 西边有一大片水域 那边水域有一个明显地形 在一个偏中心的位置 就是我们要找的谜题 看一下 先把这个标签可以删掉 然后大概方向是在 这个位置的西北方向 你可以看到那里闪电 因为那块区域作为解谜的一部分 它需要让你保持 你要想的办法就是说 怎么样在雨天 能够在影响你攀爬的状态下 怎么样解开 倒也不是很难 因为有雷暴 所以我们把身上的这个金属 这个装备都给它卸下来 到这边去 以后落地之后 它就会给你一个提示 它说我们来到了 我们来到了一片雷暴之地 它将对我们进行一项测试 当让我们 让这个四个精神石归位 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试炼之地 这还有一些小怪骚扰 这些小怪骚扰倒是还好办 打这种骷髅小怪还是用长矛好 因为长矛攻击力不高 因为打这些小怪呢 需要的不是攻击力 而是这个攻击次数 所以说用长矛打这个小怪还不错 长矛武器的耐久又高 在雨中攀爬的时候 我之前应该有说过 就是大概 穿着攀爬套装的话 是爬六下 然后向上跃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达到 尽可能多的攀爬的距离 如果说是没有攀爬套装的话 就是爬四下跳一下 爬四下跳一下 但是它每次都会往下滑一点 但是这个其实是这样 你不需要把它抱过去 你只需要就是说给它 蓄力让它一下子可以飞好远 用这个停滞 然后砸 蓄满力 放心不会飞出去的 距离应该是刚好 然后赶紧 因为是金属武器 所以赶紧把它收了 其他地方同样也是有那么几个 都用类似的方法 把它们送上中间的平台就可以 这样的话基本上外围的三个 我们都打进去了 然后还有这个一个 我们要而且最后还要将这个 这块石头呢 跟这个颜色对应起来的 放入这里的凹槽当中 最后一个在这个顶上 我们只要拿这个弓箭 把它射下来就好 大概可能要射个两箭 然后正好滚下来的位置 就是它需要归位的地方 这间刺堂当中 不会是直接拿奖品 也是里面有一个 也是要解的谜题 也不是很难 但是我们主要是需要这个祠堂当中 会拿到的抗雷套装的最后一件 胸部部分 这个祠堂箱子还挺多的 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石头 这些石头底下藏着东西 然后首先我们先把这里炸开一个口子 这堆石头下面有一块金属的石头 我们可以利用姿态来控制它 大家可以直接用来破坏周围的这些石块 把它们来挤开 但是要注意这个位置 缺口这里有一块石头 把这个石头砸开以后里面有个宝箱 然后上面的这个 可能你这个地方场景不好上去 但是你可以利用这个宝箱用石头来把它 这个宝箱把它 这个金属块把它挤下来 然后之后我们只要把这个金属块 放置在这块就可以了 放在这里 放在这个台子上 因为我们等会要利用它踩上去 之后再用 我们把这两个箱子先开了 一个蛋白石 然后这个箱子里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橡胶套装的胸部 穿上的话 穿上一套之后 如果再升到二级的话 它会增加雷的抗性 但是如果说是升到二级有了套装效果 它是雷免疫 雷属性免疫 但是对于有些特殊的一些雷电的话 可能还是没有效果 但是大部分的雷电是免疫的 就是说雷属性的攻击对你 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除非它伴随有物理攻击 然后最后是这里 最后一个我们要上去的门打开 是这里有一个大平台 有个大机关 把这块金属砸开这些石头 放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这个金身石就可以拿到了 这个雷电套装呢 虽然说是作为一个准备 但是你不拿 其实对我们后面的事情也没有太大影响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个 荣耀高地 我不知道这样说明不明白 就是说是在这里有一个驿站 我们从这里的驿站起码出发 前往这个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区域 而准备了这个橡胶套装 是因为在那片区域我们要前往沙漠 沙漠里面有非常多的雷属性的敌人 而我们身上带的这个装备的话 就基本上完全可以不用害怕 他们的这个雷属性攻击了 不过其实这个没有 如果你自己不打算跟他们交战的话 穿不穿这身套装也没有关系 只不过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想要在那里 因为你没必要 按照像我这个视频里面 这个流程线路来走 你也可以中间干点别的事情 这个呢就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同样在这些商店的时候 路过他们的时候 最好扫一下货 把这些什么昆虫啊 什么的来这个买一些 然后我们就沿着这条路 骑着马继续出发 然后应该看着注意这小地图 这里人可以买到很多的这个剑尸 可以在他这买一点 零售商 这里这个悬崖的下面呢 是有一个祠堂的 就在这里看到有个读演卷 这个位置没有啊 在他这个下面是有个祠堂 我们先把这个独眼巨人打掉 因为我们的这个 穿上了这个守护者套装 武器 守护者武器增加了攻击力 再加上吃了一个这个加攻击的buff 所以我们看到一套把它秒了 然后就在这个下面 这有个祠堂 我们把这个祠堂开一下 这又是一个力量试炼啊 所以我们刚才打巨人的时候 吃上这个菜 然后再来打他 就是很容易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他本身又是守护者 又会有额外的 30%的伤害加成 而且这个是最低级的 最菜的最低级的 几下就砍死了 一套带走 应该是 搞定 然后再拿一下奖品 现在其实我们的这个装备 升到二级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就是以现在的水平 有了这个守护者套 二级的守护者套装的话 其实就已经可以通关了 但这个游戏 大家也知道 这个不是 乐趣不在于你多快通关 而是在于你对这个游戏 尽可能多的去探索 我们继续赶路啊 这个 这个还不太好爬上去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斜面角度太大 虽然说是这个 可以 这个这个 林克可以超过45度以上的 脚 这个斜面 都可以爬上去 但是太斜的话 就是超过大概有个 接近90度的话 基本上就可能就要掉下来了 我们继续赶路啊 这里就是 现在开始遇到有这种 白银级别的这种敌人 就身上是白色的这种敌人 这种敌人的血量是非常高 而且不过呢 他这个掉的武器 一般也是最高级的 伤害非常高 比如说这个弓 这他掉的这个弓箭 是攻击力有36 我们继续赶路 还是用了这个冰冻的这个大法 这里头还有一个这个箱子 用这个磁铁控制这个石头 然后把这些石头挤开 沿途还有一个祠堂 我们看雷达可以找到 沿途能遇到的 我们就去探索一下 这个也挺简单的 这个可以看这个传送带 把这个球运过去 然后可以用停滞将一边 传送带停住以后 然后拿弓箭把它射下去 这就算是解开一个 挺简单的 再往前走的话 可能会有这个敌人的干扰 但是这个 这个敌人有的时候 他会自己就退走 退回去 就不见了 特别奇怪 我们让他这个 先传送到差不多的位置 然后再停下来 然后再用弓箭给他射回去 好 等着就好 这个 这个 祠堂的都挺简单 但是挺好玩 然后最后一个呢 稍微算是有一点难度吧 是要把这个圆球 运到对面的 这个 台座里面 然后这里呢 还会有一个宝箱 这里有个宝箱 我们等一等 它会在这个传送带上循环 出现 如果直到你把它捡到为止 就这个 这里就这一个箱子 又是蛋白石 蛋白石挺多的了 然后是要把这个圆球运到对面去 但是你要是抱着它运的话 实在太麻烦 其实可以直接这样 打到对面去 大概 虚蛮打过去没关系 虚蛮了 过去没有 过去了 虚蛮了打到对面去 它也不会乱弹 然后呢 这里是 你可以用停滞 直接将这个 发射激光的这个平台 给它锁住 直接锁过去也可以 但是最后呢 它会有连续两个 你没有办法同时利用 所以你可以这个 利用看它时不时的 会滚出一块石头 要自己除掉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先 先走到这两个中间 或者说直接就跟着这个石头走 直接跟这个石头走 它这个石头会把这个激光挡住 然后我们就 跟着一起过来 这个石头真的没有一个太难 唯一一个难的就是之前我们说那个砸石头 把石头这个远距离蓄力砸到洞里面的 那个可能会有一点难 但是掌握了方法之后也不是特别难了 从这个石头出来以后 离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高塔就不远了 跑到差不多的距离的时候就要准备爬山了 这里爬的山还是挺高的 这是一个大峡谷 我们在这个谷底 所以我们要往峡谷的上面爬的话 还是挺费时间的 不过呢 它这个也有设计有一些可以走楼西过去的地方 但是就比较绕 我们可以就直接用我们这个因为装备宽爬套 体力也是闹了满 而且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补充精力的药剂 就爬这些山都不是问题 而且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办法 这多爽 乱灰一通 然后燃起的这个 这个这个干草 枯草之后 我们再用这个上升气流上去 也很爽 这种这个会可以增加这个移动速度 这个草呢 最好多减 以后有一些特殊的装备呢 需要用它来升级 而且需要的量还非常大 所以说这个这个地方呢 要注意有点特殊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不使用正确的风向的话 它会这个叫什么 会逆风 但是呢 我们实际上搭冰块也可以过去 但实际上这个这个塔 要爬上去的话是 它建议你是从旁边的三个石头堆那里上去 这里就解锁了西南边最大的一片区域 这里是一片大沙漠 而且我们看这个地形 还那里有一个迷之凸起一块 从这个方向呢 看着大概往这个方向北边 北偏西一点的方向看去的话 会发现还那里有一个圣兽 圣兽就在那 然后沿着这个方向 望过去的话会发现那里有一个驿站 我们现在要往那里去 当然也是那个驿站旁边是有一个祠堂的 到这个沙漠区里面 我们就发现很多的祠堂都跟这个店有关 都跟店有关 实际上是这个 这都是比较基本的 还不算很难的 然后这边是 这里有一个守护者 我们要拿到那边那个球 但是把这个球设下来 它能不能滚过来把它砸到呢 好像不行 看来还是得我们亲自要把它打下 亲自把它抢过来 这个小体型的守护者也是可以被冻住的 我们穿上守护者套装打起来效率一点 主要是省武器耐久 应该穿这身装备一斧子就打死了 一下就打死了 这个球啊 放到上面以后 其实你不用这个球 直接也可以从石头旁边 也可以想办法越过去 不过这样会省事一些 还有两边同时把这个 订好 到这里的话 这个箱子开启以后是有一个钥匙 然后就可以打开下一道门 这都不是什么很难的 但是就是让你能够注意到 基本的它这个迷奇当中可以利用到的这些原理 以便于你在这个今后的一些解谜的时候 能想起来用上 再往前这里的话 看就要过这个门了 然后但是回头注意看 这里又有一个金属宝箱 看是什么 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弯刀 那拿满了 但不用它的话 我们可以用它来 这个用来解谜 虽然说这个谜 其实是 动这个水里面的这些金属块 但是呢 因为这个箱子也导电 所以可以起到一样的效果 你的一些金属式装备呢 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离开祠堂之后呢 来到旁边的这个驿站 这里呢 有非常多在这里歇脚的 这个旅行者 然后呢 这里的商店呢 会可以买到这种 带有这个抗鼠和抗寒的效果的一些 这个小动物 你可以拿他们来练药 因为接下来要进入的沙漠区域呢 就是这个白天会非常热 晚上的又非常冷 所以需要我们来练药 一种程度上需要练药来抗寒 这个游戏设计的 还是在这个区域非常贴心的 让这些商人呢 都有卖这些材料 建议都买上 因为这里除了你给自己练药 给自己用之外呢 你还可以是有一些任务会用的 然后这个沙漠当中呢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西瓜 可以拍照收藏起来 西瓜有很好的这个抗鼠效果 对吧 吃起来凉凉的 奶皮西瓜什么的一起 就特别爽 夏天的时候和 这个奶皮冰镇上 在沙漠中呢 可以使用这个顿滑 顿滑是在起跳之后 按住L2 这个应该叫什么 LZ 这个在这个Switch 或者说是这个WinU上面的操作 应该是叫LZ 左边的Z键 然后再按下A 跳起来后 LZ加A 就是这样一个操作 这里有个箱子 这个箱子 用磁铁吸住以后 要把它这个揪出来 如果你是用这个摇杆来 这个用劲把它揪的话 需要揪一会儿 如果说是你用这个体感 手往上一抬一抖 它就一下子就能揪出来 就好像劲很大的感觉 手感还不错 但是有些人习惯上 可能会把这个体感关掉 哎呦 发生了什么 我会把这个体感关掉 就像之前进入佐拉还有哥龙镇一样 在靠近的时候就会出现关于当地的圣兽的动画 这里有个守卫 我们看可以从他这里打听到什么过 嗯? 嗯? 他告诉了我们这里作为沙漠白天昼夜的这个温差大的这个情况 还有说这里的这个圣兽以及这个格鲁多镇 还有这片绿洲呢也是一个这个也算是一个休息站一样的地方 但是也说到了这个格鲁多镇前面的格鲁多镇是不让男性进入的 不过这里作为一个抗寒抗鼠的话有很多材料我们可以喷热出来作为这个我们这个抗寒抗鼠的一些工具啊 其中呢这个还有一个支线任务会给我们提示到也可以直接做这种抗鼠抗寒的药 主要是抗鼠抗 的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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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就等于是问我们 给他提供一个具有抗鼠效果的药剂 这个很好办 我们刚才让大家在驿站 有买过一些抗寒抗鼠的小动物 蜻蜓和蝴蝶的这些 就是用来干这个 我们用这个 一个带有冷却效果的 蜻蜓 一个蜻蜓或者说是蝴蝶 然后再配上 最好还是用蝴蝶 因为蜻蜓的话 后面会有支线任务 要用到比较大的量 就有了抗鼠效果的药剂 然后交给他就可以了 他这要是有什么设定 比如说在沙漠这里 卖什么抗鼠抗寒药 就会生意比较好 这种的 要是有这种设定就好了 做生意什么的 不过有点太阴霸了 林克又能传送 萨克苏 就有点像那个 Sanx是吧 Sanx 这个任务完成了 我们看这个 这里也有旅行商人 这旅行商人这里 也可以直接买到 这个冰属性的蝴蝶 并不需要像他说的 非得要去跑去雪山 他只是给我们讲的 如果说是不用买的话 经常一般会在哪里找到 我们看这里也可以买到 这个蝴蝶和这个蜻蜓 抗寒抗鼠的都有 而且有很多 也不贵 十鲁比一只 这个商店设计的就很贴心 我们爬到高处去观察一下 那边应该就是这个 格鲁多镇了 然后呢 我们要注意这里呢 为了这个让我们的 抗雷套装 能够发挥他真正的威力 这里就需要一个材料 就是说这个火龙果 长在仙人掌上的这个火龙果 升到二级的话 一共需要十二颗 从零级升到一级 每一件装备需要一颗 就总共需要三颗 然后从一级升到二级的话 每件需要三颗 也就是需要九颗 总共加起来需要十二颗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 这个找到机会 见到仙人掌的时候 给这个火龙果拍张照 然后开启雷达 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找了 找到大概有个九颗就够了 因为这个在这个格鲁多镇里面的话 直接还可以再买到三颗 然后就可以去给装备升级了 当然不升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如果你不打算和这些有带有雷属性的敌人交战的话 就没有必要 有个基本的抗雷效果就可以了 不需要到达免疫的程度 不过呢 因为这个装备本身的这个防御力还是比较低的 升到二级 如果说是要用来作战的话 还是有必要的 沙漠里面毕竟还是仙人掌 还是很多的 我们看到那里有个旅行者 但是这个旅行者很有意思 等会儿 我们要 在跟这个旅行者对话之前 我们要先做好这个叫什么 战斗准备 准备好攻击的装备 好 问问这个门妹子 她还有口吃 居然是一个伊嘎族 这个旅行中经常可以碰到这个家伙 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 这个家伙 虽然说是很敏捷 但是 有了这个可以进行停滞的这个魔法 可以锁住敌人的话 对付他起来就很好办了 我们看在这个沙漠当中的夜晚 是很寒冷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只要背上这个 带有这个叫什么 火属性的这个武器 魔杖也好 火属性的大剑 直剑也好 都会是带有一个一格的抗寒效果 但是对于这个严寒 或者说是酷暑 就是非常热 或者非常冷的环境下的话 可能就不够 可能还是得要配合药剂 或者说是这个服装的效果 我这边就慢慢的边找着火龙国 一边向着格鲁德镇这样前进 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怪物 也都把他们消灭了 总之这段路程上呢 我们差不多这个火龙国 也收集的相当多了 来到格鲁多镇以后 我们先把这个祠堂解锁了 以便于我们下次进行这个传送 依然是不是很难 但是比较有趣的谜题 这里是这个也是一个连环的谜题 第一环解开的以后 作为第二环的钥匙这种 我们看清地上的这个导线的网路 我们一层一层的给它抽丝剥剪 一样的给它这样解开 其实不需要什么太多说明 只要看清楚这个线路走向就好 这里除了解锁出 它这里的这些金属物体之外呢 你用你的金属的这些装备 一样可以起到导电的效果 但是那样的话就是实在是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游戏 本身设计的让你的这个解法 我们这样来做 第一个解开了以后 然后拉上第二个 还要注意一下 适当的用上什么东西 距离远的话就用大方块 距离近的话就用这个铁桶 然后这里解锁了一个宝箱 这个宝箱呢 同样也是金属宝箱 所以它也是作为一个钥匙道具的 雷属性的直剑也是个好东西 给的这些装备还是 其实最好的是这个雷属性的长矛 还有冰属性的长矛 这些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只是需要打出一下攻击 让它带有的这个属性效果 而不是要它的攻击力 所以说它攻击的频率次数越多 就相当于我们可使用的魔法次数越多 就其实对我们就越有利 而这个长矛呢 手又长 更方便地击中敌人 或者说要么就是弓箭 其实说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近战武器带有属性的话 没有这个长矛 最实用的还是长矛 这里的话我们要先把这个大方块 放在这两个之间 这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导线 然后呢把这两个布局布上 这里塞上一块 然后这里再塞上一块 接上 迷奇这种东西 作为一个娱乐的游戏设计呢 不能设计太难 但是呢又不能太简单 这对于设计师来说 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 你要说想设计的很简单很容易 想设计的很难 其实也很容易 就是把人家考住嘛 你故意搞一些这个误导性啊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些都很容易 但是你要让这个解谜的难度 恰到好处 就这个度其实是最难把握的 难度不是最难的 但是说是这个难度的这个度 是最难把握的 OK我们这就拿上了这个 宝箱其实也就那一个 从此当初来在这个哥鲁多镇的门口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行迹可疑的人 在这里鬼鬼祟祟的游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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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卡拉卡拉巴扎就是刚才的那片绿洲 巴扎就是巴扎 就是这个市场的意思 这个格鲁多镇不让男性进入 但是林克虽然说是一个可爱的男孩子 但是他中国人是男性 所以说也是不让进去的 这个要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要先获得一下 在沙漠中快速移动的移动手段 不过在此之前 为了方便移动 我们先去买一件装备 我们去卡卡洛库村 在这里我们其实之前一直都没有买 只是因为没有必要 我们这样的话到需要的时候再来买 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有个印象 知道说是这个时候会用上 这里有潜行套装 价格以我们现在的经济实力来说 已经是很容易就可以买下来的一套衣服了 这个主要是每一件会有一级消身效果 一共最多可以有三级 之后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消除身影 但是对于我们来进行潜入 什么的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 买完这一套以后 我们就回到格鲁多镇门口 为什么非要穿着这身衣服呢 其实也不是非要穿着了 只不过是为了方便 因为这里在沙漠中行动的话 要用这里的像海狮一样的生物 应该叫沙狮吧 因为它是在沙中像海狮一样移动的一种生物 使用它的这个陈旗的方法呢 是在拖着它 然后进行顿滑的滑行 但是呢 如果你要靠近它把它惊动的话 它就会逃走 你就不容易的这个去捕捉到它 然后让它拖行着我们前进 但是你这个慢慢移动的话 又非常的没有效率 所以说只要是穿着了这个 潜行的这个套装呢 我们就可以这个大摇大摆的走到它的背后 只要不被它看到就好 我们现在是在前往这卡拉卡拉巴杂的这个顶端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要寻找一个进入格鲁多镇的办法 在这个绿洲这里呢 我们见到有一位这个神秘的女性 好像我们问错话了 暗示了 会出现了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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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驢 嗨 看来传说中可以潜入那里的这个男性应该就是他了 只是这个男性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男人 而另外一边在那里哭哭等着这个男人出现的男人呢 不知道他即使见到的这个男人 但是看起来也已经不是男人了 所以那个男人永远等不到这个男人的出现 果然他认不出我们了 问了一样的问题他也没有认出来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格鲁多镇了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说是不换成女装进入的话会怎么样 会被强行踢出来 你进入之后如果说是在换掉这身装备的任意意见 也会被踢出来 我们看在这里有卖跟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 也就便宜100卢比 这里有一个挺重要的支线任务 是一个解锁商店的任务 啊 嗯 嗯 啊 我们给他10个碎石就可以 这里我们选择蓝宝石只是因为这个蓝宝石是最贵的宝石 蓝宝石头环具有抗鼠的效果 之后就解锁了这一家饰品店 这家饰品店可以买到用各种宝石制作的饰品 它集中宝石的属性是琥珀石有极高的防御力 蛋白石是可以增加游泳速度 黄宝石增加抗雷 红宝石增加抗寒 蓝宝石增加抗鼠 然后钻石是这个守护者抗性 然后我们这里主动买下这个用琥珀石制作的这个耳环 琥珀石制作的耳环呢 是这个面可以做出面板最高的头部饰品 头部抗性 再加上呢 它不需要这个戴在头上以后 只是这个耳环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遮蔽物 配套装的话也会比较好看 旁边还有这么一个弓箭店 我们可以买下来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剑尸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是这个冰箭 就还有这个普通剑尸都比较常用 我们可以给它都扫货买掉 然后呢 建议啊 其实需要的时候再买也可以 这里看 可以买到这个火龙果 这样的话我们火龙果也够了 再有就是说这个榴莲 榴莲 这个这里可能没有 但是我们后面需要有个支线会需要用到一颗 在这里直接可以买到 这样你就不需要到时候没有的话自己去找了 这个格鲁多镇这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贸易地点 就是说这里有非常多的商店 虽然说卖的东西不是很多 但是种类很多 你可以在这里这个顺便收集一下 你之前没有拍到的图鉴 像这样 逛的这个里面能逛的东西呢 还一般还真的要比其他城镇要多 所以逛完之后呢 要记得我们还有正事要干 那么一样 这说就没 techno 怎么进到圈子里呢 呢 哦,似乎你有一点有趣的东西 我 bow鸟 我 我 你 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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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嗯 嗯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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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这个前面的这个 在佐拉和这个歌龙那里 我们还需要先做一个 获取信任的前置任务 哦 哦 好 好 好 其实主要是知道地点就够了 我们现在还剩下一点时间 这是可以做一些准备 下集我们去进行刚才说的 这个夺回这个雷亏的这个任务 我们可以先去把我们的这个潜行套 升下集潜行套虽然说是这个已经是三级 可以有这个很强力的这个消音的这个效果 但是如果说是在夜晚行动的话 能这个二级的这个潜行套装的套装效果 是在夜晚的时候行动速度加快 就移动速度加快 蹲姿或者走动或者说是跑 跑动的速度都会加快 加快很多 但是呢潜行套装是需要很多的萤火虫的 不过我们穿着潜行套装 进行捕捉小动物的行动的时候 也会方便很多 因为我们前面知道这个捕捉小动物 需要这个身影小 靠近的时候它才不会逃跑 现在我们穿着潜行套装 靠近这些小动物的话 就会发出很小的身影 不容易惊动它们 就可以很方便的捕捉 地点呢就是我们这个新手区域 而这个时间呢 当然要是晚上了 晚上才有萤火虫 收集够足够的装备 足够的材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升级服装了 我们在这个升级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这个材料 头部已经升满级了 现在主要是叫这个胸部 升到一级的时候 需要这个史莱姆球 然后如果说是要再往二级升的话 就得需要这个火龙果 是需要15个 反正是之前收集够了 一共需要15个 之后再升级这个潜行套装的话 就是需要这个花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萤火虫 升到二级的时候 是各需要五只我记得 这是升到一级 升到二级的时候 就还需要五个萤火虫 除此之外呢 我们前面的那个琥珀耳环 也可以升级 在这里它需要大量的这个琥珀石 但是呢目前为止应该也是够的 因为我们沿途的这个琥珀石从来就没有用过 虽然说需要二十多颗 但是升到二级完全是足够的 现在呢 我们这些装备呢 就穿上了以后就会开始有这个套装效果了 雷属性的话就是雷免疫 这个潜行套装的话就是看 在夜晚是跑动的速度会加倍 也不是加倍 反正会加快很多 应该不是加倍 加倍的话应该跟飞一样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雷属性的套装 我们看 右边出现那个套装效果 是雷属性就免疫 而这个耳环呢 我们看到它升到二级了 就有十二点的防御力 其他的这些套装 这个属性套装呢 也就是八点 防御力还是很高的 如果说是将这个耳环升到最满级 是跟这个守护者套装的满级一样 都是二十八的防御力 是这个面板最高的头部饰品之一 好 我们下一集就回到这个格鲁多镇 然后去看一看 这个找到这个雷窥的故事 其实下集也可以去找圣兽了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不要忘了加黑桶谷歌的新浪微博 谢谢大家